3、2、1 基隆童话艺术节 岛屿汇聚传递永续 作品正式点亮 岛屿汇聚传递永续 海洋广场5000多展雨滴 瞬间点亮 基隆市政府连续第三年 以在地特色与为主轴 推广艺术教育 期许透过每年的小雨滴作品 带领孩子们用不同角度 欣赏自己的家乡 这一次主题是做小雨滴 我做的是用圣诞节还有万圣节的图案 点在上面 其实最主要的是想让小朋友去了解 儿童节是他们的庆典 除了让他们很欢乐之外 我们能不能透过儿童节 也让小朋友留下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希望这个作品能够让小朋友 除了他们来参加儿童节 他们也为儿童节做一个作品 然后为基隆 也为自己的童年来做一个作品 基隆市长谢国良 杨明海韻董事长 教育处长 一起点灯 还邀请了天马戏剧创作团 诠释艺术装置的创作理念 今年是以雨滴来做为我们的主轴 那基隆就像今天一样 正常下雨 我们一方面要习惯跟雨水共办 然后享受雨水再给我们快乐 在台湾时间我们的城市 正常也会创造更多 室内外乐的签署 然后我们今天 这路份我们都会积极他们的签署 那也就是基隆的一个 所以今年这个导演会剧 那传递永续 那刚才主持人所讲的ESG SDGS 这是联合俄的永续制药 这也是我们觉得这个主题 对我们来聊非常 那更难的可贵 像刚才市长所讲的 今年的主题是由基隆市的 这个41所的国中小 总共五千位同学 高年级的同学所 对之而成的 那我想尤其我们今天 大家知道台湾最近正在缺水 那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开展的地点 以水就来了 所以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造 这一座雨滴创作艺术 将展到4月8号 而基隆童话艺术节 将在4月1号到4月4号 在国门广场和海洋广场 任劳登场 欢迎大家来基隆拜访 欣赏丰富的表演活动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